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 整日都和朴老师吵架 后来丈夫在一次争吵后将脚被关进了地下室 然后自己就上吊自杀了 十几年后的一天 警方接到报案 朴老师的家里发生了重大凶杀案 两名警察赶到案发现场后 发现了好几具尸体 现场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不过幸好其中有两个人只是陷入了昏迷 一位是朴老师 另一位是朴老师的单女儿小美 在小美清醒后 向警官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一年前退休后没多久的朴老师 双腿就因病瘫痪了 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这时无家可归的小美主动上门照顾朴老师的生活 而朴老师也带小美像亲生女儿一样 随后临近朴老师的生日 为了让老师开心 小美联系了几名朴老师曾经的得意门身 小红 小石 小鹰 小胖 小帅到家里聚会 大家都欣然赴约 就连当年班上最害羞的同学小镇也来了 这真让大家都没有想到 大家见面共去同窗友谊 共同感念朴老师当年的心情教导 场面很是和谐 不过虽然看上去朴老师很受这些学生的爱戴 但这些人都是带着仇恨来的 带着墨镜的小红 小石后又胖又丑 因此经常遭到朴老师的嘲笑 小红将朴老师的嘲笑记在心里拼命的减肥 后来将自己赚到的钱都用在了枕容上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小红越想越气 趁着和朴老师独处的时候 忍不住想弄死朴老师 不过最后还是冷静了下来 而小石讨厌朴老师 是因为朴老师当年嫌他送的生日礼物太廉价 还当着同学们的面将礼物给退回 小石家境贫寒 但是朴老师却不管这些 晚上聚餐小石喝多了 借着酒劲打破了表面的和谐 当着朴老师的面说出了这些同学对他的恨意 总之最后这场晚宴不欢而散 小石睡前来到了海滩闲逛 结果遭到了带着兔子面具的面具人攻击 受了重伤后被面具人带到了地下室 而另一边 小英面对洗澡溺水的朴老师 选择见死不救 小英和小石是夫妻 两人当年的遭遇差不多 小英也是家境贫寒 于是就送了一张写满老师我爱您的贺卡 但是被朴老师嘲笑礼物太廉价 而这张贺卡可是小英和他的母亲 忙了一个通交才做出来的 所以面对朴老师的呼救 小英当作没听见等着看老师被淹死 最后还是小美突然出现才救了朴老师一命 另一边 面具人将小石带到地下室后 往他嘴里扔了美工刀的碎刀片 逼迫小石吞下 随后残忍地结束了小石的生命 接着面具人又把小英抓到了地下室 然后将小英的眼皮用订书机给订了起来 小英随后也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小胖喝多了想找朴老师报仇 当年朴老师体罚小胖坐一天的下蹲 第二天还让他参加校园运动会 最后因为跑不动而丢掉了冠军 并且朴老师还骂小胖没用给班级门修 后来因为这次体罚导致韧带永久性损伤 小胖当不成运动员 一直很落魄 小胖刚想对朴老师动手 面具人突然出现 同样将小胖折磨了一番后给杀害了 小美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来到了地下室 在这里发现了小胖他们 小美的叫喊声引来了小帅 接着小帅开始分析案情 小帅猜测面具人就是腼腆的矫正 因为大家小时候都嘲笑欺负过他 就在此时 小红突然将两人锁在了地下室 等到小帅打开门后 发现朴老师和小红都不见了 原来小红下定决心要对朴老师下手 害怕别人打扰就把老师带到了悬崖边 好在小美及时出现 不料在真挚的过程中 小红不小心掉到悬崖下摔死了 接着小美刚想把朴老师带回家 两人就又遭到了小帅的袭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小帅可是当年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啊 原来当年朴老师对小帅的喜爱 已经超出了一般师生的感情 甚至对少年的小帅进行过猥亵 导致小帅受到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看到这里 涛哥想朴老师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每个人都想亲手杀死朴老师 以图后快 不出意料 就在小帅刚要对朴老师动手时 面具人就突然出现了 不过虽然面具人最后杀了小帅 但自己也受了重伤 接着面具人摘下了面具 小美一看果然就是小镇 因为当年朴老师曾经冤枉小镇 在课堂上大便 还将他赶出了教室 因此遭到了小帅他们几人的疯狂嘲笑 而母亲去找老师理论的时候 又被车给撞成了职务人 更是让小镇对老师恨之入骨 不过最后小镇没有对老师动手 因为此时的朴老师已经不仁不轨 杀了反而会让朴老师得到解脱 于是就留下了昏迷的朴老师和小美逃离了现场 警察在听完小美的讲述后 立刻带人赶往小镇的家 在小镇的家里 警察发现了小镇母亲的尸体 尽管做过防腐措施 但也可以判断死了很长的时间 警察在检查房间时 看到了许多年轻女子的服装和鞋子 最后警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根本没有小镇这个人 而且小美也是个假名 就在此时 手下报告小美带着朴老师逃出了医院 另外经过检验 地下室的那几名死者 死因其实是中毒 真正的凶手就是小美 小美的本名叫小镇 小镇在毒死这些同学后 将现场伪装成了凶杀案的样子 而朴老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受不了刺激 于是晕倒了 这才是真正的案发过程 影片的最后 小镇把朴老师带到了海边 解开了谜团 当年的小镇又胖又丑又穷 朴老师经常肆无忌惮地践踏小镇的尊严 并且在一次体罚中 让小镇的双腿落下了永久性的损伤 并且还扔掉了小镇和母亲 花了一个通宵制作的贺卡 后来小镇第一次来大姨妈的时候 窗外正好飘进来了牛粪味 同学打小报告说有人把大便拉在了裤子上 而小镇的位置离窗户比较近 因此成为了大家怀疑耻笑的对象 随后朴老师不问青红倒白 就将小镇赶回了家 母亲在知道女儿受到委屈后 准备去找老师理论 结果在路上被汽车撞成了植物人 总的来说 就是小镇把自己的遭遇安到了几位同学的身上 除了小摄那部分都是小镇瞎编的 就在一年前小镇的母亲去世 于是小镇决心复仇 想要将曾经伤害过自己 随意践踏别人尊严的老师和同学 通通的杀光 不过此时此刻 小镇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那就留下老师在愧疚和惊恐中苟且偷生吧 所以小镇并没有对朴老师下手 最终选择了自杀 朴老师的心理崩溃 也挣扎的爬进了海里 电影到此结束 看了这部电影 涛哥有两点感受 一是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确实会持续整整一生 二是千万不要将一个老实人给逼急了 对了 很多观众会好奇朴老师的儿子小贝呢 其实小贝当年就已经被父亲给杀了 之所以一开始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角色 并且还让小镇行凶的时候 戴上小贝的兔子面具 其实就是误导观众 让观众以为小贝是凶手而已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下集完 我又没关注 我听到这里 就会有道具章的一定 感谢观看